我今次講到處理內心和人性的關係 整個內心 這個是比較大的題目 就是很多東西一起講 首先我們讀針言四章二十三節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 因為一心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所有經文大家都可以一起讀 這裡就是聖經講到保守你的心勝過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就是說我們是什麼人呢? 就是我們的心怎麼樣? 當一個人的心是煩惱 他一生就是煩惱 你有沒有發覺有些人煩惱呢? 不是一年的 不是說去年煩惱 而今年不煩惱 是一生的 即是他的習慣就是一生的 如果他不處理的話 當人的內心裡面是被人影響 他小時候被人影響 大過又被人影響 除非他處理而已 就是說所有的問題除非處理 才能夠長線他的生命是無福的 否則我們有任何問題 大家想一想 你內心有沒有一些負面的情緒 大家留意自己有沒有一些負面的情緒 負面的想法 裡面一些亂行 或者是一些被人影響 即是在這些事上 如果你發覺有的時候 你會發覺很容易起床就不開心 或者有些事發生又不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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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時候 你會發覺有時短暫可能會 例如敬拜親近神的時候 就短暫會好像好一點 但是回家又來過了 所以我們不只是祈禱 因為你祈禱 除非你整天從早到晚都只是祈禱一件事 即是你什麼都不做 那你就可以那些不開心的不再出現 但是當我們不懂得處理的時候 它會陸陸陸之處出現 所以我們一定要學到怎樣處理 但當它要攻擊你的時候 你立即就處理 讓它不要攻擊你 即是在它令到你不開心的時候 立即就處理 那這就是一個鑰匙 是一定要刻意 變了一份學習到怎樣的方法 那你也一定要有神的同在 所來處理 這樣的時候你的生命 就能常常在一個平安、喜樂的狀態 不然是很容易在走eleration 有種煩惱 其實很多人 甚至基督徒都有很多是煩惱 都有很多 在日常生活都有很多煩惱 你發覺不處理的時候 煩惱是不會自動走的 是一定要刻意處理的 好了 首先我第一個部份 處理任何問題的動力 即是我們怎樣有動力處理呢 那這三點 我希望大家記實 記實 記實 一起讀一下 神極愛我 我在我生命中有奇妙的計劃 得到神的恩典和計劃是最美好的 深信神和他的恩典是最好的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深信神是最好最好 祂的計劃最好最好 很多人對於這方面不太大信心 其實回來教堂 很多人喜歡抵折 喜歡全導人關心 而不是真的說 我真的很喜歡神 神真的好得不得了 我要全都跟著神 很多人未必是這樣想的 他的心未必完全放在神那裏 有一個原因是 為何是神看不到的 很多人是學習不到 去跟這個看不到的神有一個親密的關係 而這個看不到的神其實是很真實的 是看不到的 我想問大家 空氣真不真實? 很真實 看不到空氣嗎? 看不到空氣 是不是空氣不重要嗎? 不是呀 空氣很重要的 同樣神是看不到的 但是神是很重要的 而且很真實的 正如我們祈禱親近神 真的會經歷到 所以我希望大家 如果神是創造天地萬萬 是不是所有恩賢都會來? 即是他甚麼都會做的 如果甚麼都會做 同樣貝 他不單止做了 譬如我們做了一件事 做完一件事 譬如你做這個假 這個假跟你沒有關係 你做完之後沒有關係 但神做的宇宙 是不斷地保持關係的 他不斷在裡面做事 不斷維持他的影響 即是他的掌管 所以你的生命 全部在他掌管裡面 他可以看到你的生命 不過很多人不走神的路 他就走不到神的計劃 他走神的路 就能走出來 即是這個計劃 我希望大家深信 走神的計劃就好了 一起說 走神的計劃就好了 走神的計劃 任何地方沒有走神的計劃 任何地方沒有走神的計劃 那個地方就有破口和問題 就有痛苦 任何地方沒有跟從神的方法 在那個地方就有困難有痛苦 我希望大家不要覺得 我已經聽了很多話 是差那些神給我 即是那些有時發暗症罵的人 有些激氣 有些貪心 自私 追求錢 緊張我的子女 只是緊張他的學業 即是神的那些給我自由 這些我上教會會做 不過你給我一點自由 就是我的方法 有時我們會以為這樣是好 但其實因為這樣 亦都造成很多家庭的問題造成 整個生命的問題 我希望大家深信 走神的計劃是最好的 一起說 走神的計劃 哪裏沒有跟從神的計劃 那裏就有問題 哪裏沒有跟從神的計劃 那裏就有痛苦 那裏就有痛苦 第二點一起說 我的生命是極寶貴的 若我有任何負面的思想和情緒 都會奪為我的生命 得不到神最原理的計劃 即是神有個計劃最好最好 在天上是最美好最大 那這些計劃 你走出來是會好好的 你可以越來越走到 當你應用這些教導 你就可以整個人 即是你整天愛神 處理生命 我三課都說了 將我一個很重要的教導 興奮得成一 三課都說了 最重要是甚麼呢 活在神的愛神的計劃 跟祂有親密關係 第二 就是處理所有生命的問題 跟著就發揮出來 那你就越來越走得好 即是深信這件事 走在神的計劃最好 但很多人是沒有的 即是這個計劃不是自動進的 是需要我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製 不要考發這個世界 心意更生而變化 然後才能夠察念神的善良順存 我起願的旨意 才能夠進入 是你刻意聽神的話 你才能夠進入 所以我希望大家 深信神的計劃最好 在我計劃 神的計劃 我可以做偉大的事 有很多基督徒 這麼偉大的計劃 他走到多少呢 看一看 走到這麼少 很少 甚至是負面 甚至走到 反而是反面 即是很多不好的地方 所以他跟著人數 但他的果子實在太少太少 所以我希望大家 珍惜你的命是很寶貴的 你同隔壁都說 你的命是很寶貴的 你可以觸碰很多人的 好 跟著第三點 一起讀一下 活動是負面的思想和情緒之中 就會活得痛苦 人生可以失去樂趣和意義 即是如果負面呢 負面思想情緒和前意識 就會痛苦了 就會失去樂趣和意義 但你活出神的計劃 你就自然享受 你就整個生命提升 希望大家重看這三點 記實這三點 就是神很愛我們 他有生命的平衡計劃 我的生命很寶貴 我的生命可以大大發揮 如果我不發揮 我就會受虧損 就有痛苦 我不處理就有問題 我希望大家深信 我的生命需要處理 因為很多人 是被情緒帶領的 為何和我一起結婚 我喜歡他 我的感情帶領 我好像跟他有種依賴性 就覺得我一定要和他一起 雖然看到他有很多不好的 有很多人我見過 有些人有很多人 女性有這種神 給他這種性是好好的 就是他很容易專心一個人 比較容易 這個世代有些都不是的 不過女性通常來說 我是比較容易專心一個人 但有時他發現那個人 又難倒 有時又喜歡別的女生 又有做一些不好的事 他都不停黏在一起 他好像覺得沒有他 就沒有生命 這個完全是他的感情 他的情緒帶領他 不是他的 不是他的理智 我們需要人 需要有靈、雲、體 我們包括意志、思想、感情 思想、意志、感情 我們不只是情緒帶領我們 好了 我們現在講到處理負面的思想 第一 就是難以處理負面思想、情緒的原因 我們讀一讀 因為這裡裏面有很多點 很濃縮 因為這個材料本來有很多葉子 但這裡很濃縮寫出來 人不覺得神真的極度奇妙 怨恨某人 不服氣 不願意處理 覺得不公平 覺得怨恨是正常反應 不知道負面思想、情緒沒有後悔性 為何很多人會有負面思想 或者情緒 起床 哎呀 好慘 今天有很多事情做 哎呀 哎呀 好難搞 哎呀 家人這麼煩 哎呀 生命真的有很多困難 有沒有有時這些東西彈出來 真是黑仔 哎呀 明明走到車站 走到車站 車就來到 我趕不及追不到他 針對他 為何整天都是這樣 整天都是來到車站 但是車站就走了 就會想很多這些負面 又忘記了很多次走到車站 剛剛一來到就可以上了車 但是就記得那些 剛剛去到車站 剛剛的車走了那些 這就是人很容易看困難的 有些負面思想 覺得神不是這麼奇妙的 或者怨恨某人 經常都怨恨 哎呀 我老公啊 我老婆啊 我家人真是壞 子女真是不好 或者不服氣 他這麼壞 我怎麽可以 對他正面 他這麼不好 我怎麽可以對善待 去擁恕他 而且不願意處理 每天都是這樣 煩著煩 哎呀 煩著睡著睡著睡著 看電視 吃點東西 有些人就是這樣 處理方法就是吃東西 看電視 睡覺 罵人 這就是處理方法 是完全沒有想到 怎麽樣是好的處理方法 並且做美藉口 他這麽壞 當然要罵他 他這麽便要生氣 他這麽不公平 覺得怨恨是正常的反應 不知道負面思想情緒會有破壞性 其實基本上就是我們不知道 原來我們想事想不好 是有破壞性 而有很多負面思想 是很多人認為是正常的 其實聖經的教導才是最好的教導 聖經不單止是給我們救恩 給我們神的同在 亦都給我們人生命的原則和方法 你跟同神的生命的方法 你就自然變 但這麽生命的思想 或者電視 其實看到的思想都是 他這麽壞的 當然是罵死他 他這麽壞的 我們一起對付他 你看電視也看到這些東西 總之人都是用他自己的自然思想模式 而自然思想模式是哪裏呢 罪性情的那裏 好了 下一點 要除了一些錯誤的歪理 就是這些的歪理 我們一起讀一讀一下 這些歪理你不要入心 不過就是排名 知道這些錯誤的歪理 賺錢多就是成功 大聲隔絡就是得勝 事情不順利 當然應該發怒或優秀 人對我不好 我就應該煩惱 奉獻或毀身是負主是損失 由我謙卑會被人欺負 飲飲食食就是享受 我不重要 我沒有用 神不看從人 有沒有這些思想在你裏面 希望沒有 但我想說 有時不知不覺就會走出來 他是很容易走出來的 好了 第三 心中裝滿聖經教導的正面思想 這些是正面思想一起讀 我悔改 我悔改 神就起源 神比我更關心我的事 神必幫助我 神背叛我 神起源 我親近他 我為他做任何事 我若有做得不好 悔改離聚就好了 不需要繼續內疚 沒有人能 破壞神在我心命中的 奇妙計劃 所以人不能真正的 傷害我 忘記人對我做錯的地方 我對自己是罪我的 連遜我如恕人 對自己是罪我的 這裏有很多濃縮的教導 其實全本聖經都是很多很好的教導 有一個很簡單的 我悔改神就歡喜 很多人沒有這樣想 他經常說 哎呀 我又失去了 哎呀 神呀 快點赦免我 哎呀 求你赦免我 哎呀 我又失去了 神呀 你快點赦免我 真的失去了很久了 我們會從容覆覆 總是覺得 認罪 神是不會赦免的 為甚麼 因為人是這樣的 譬如有個人說 我這個花瓶很高貴 你自己不要撞壞 你真的撞壞了 你會相信他真的要求你 哎呀 對不起 對不起 他說買不回來 這個是唯一 世上唯一的花瓶 是這樣的 是唯一的 是這個 這個前代流下來的 唯一的花瓶是這個款式 沒有的 你撞壞了他 你猜他會不會搖說你 你請求他 哎呀 你真是用盡一切的方法 請你嚴恕我 他肯不可以嚴恕你 很難啊 就算他嚴恕了你 好了好了 沒事了 沒事了 他有個心靈子 好像他那麼笨盡 是這樣的 但是他還以撞壞人的東西 會不會這樣 人是不是很難如恕人的 是很難的 你得罪了一個人 真是有時間搞的 但是神是不同的 你一悔改 神就射臉燈 很奇妙的 神就很奇妙 好像開燈一樣的 開燈會不會 燈正今天說 哎呀 我今天不想開燈了 行不行 會不會這樣 不會的 你一按開燈 他就馬上開燈 神都是跟從他的應許 他說了射臉 神是這麼簡單的 所以神是很難相處的 但是人是否一定是這樣的 你有沒有跟人相處 他說了 我一定答應你做什麼 他是不是一定做到 很多事都沒有做 但是神答應一定做 所以這一點 我希望大家深信神的美善 他真是美好到不得了 他真是美好到不得了 所以我很喜歡神 我很多人喜歡神 親近他 他又真是祝福 又平安又喜愛又愛又 又感動 跟從神的方法 真的跟人相處得更加好 跟從神的方法 他人又內心又開心 跟從神 神又凡事祝福 所以我看到神什麼都好 我真的很喜歡他 我希望大家經常很喜歡神 那你就會開開心心 哈利路亞 我知道神的路 很多人相信耶穌 他就覺得 是信耶穌上天堂 不過那條路都是自己走的 有這種感覺 都是我自己走出來的 但其實那條路是神為你準備 你只要聽神的話 那聽神的話 是否真的不用做事 神什麼時候說他不用做事 有些人的錯覺 跟從神什麼都不用做 神的計劃下來 沒有這樣的事 你跟從神 意思就是我信靠親近神 但你都是盡一切的責任 但是有一件事跟世人不同 世人盡一切的責任 是沒有擔保的 是不是 沒有擔保的 但是我們有擔保 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神擔保一定不祝福你 你終於走神的路 你的生命就在那裡提升 這個跟世人很不同 世人可以用盡一切努力 盡量 譬如投資在生意 可以完全失敗 他存心過一個人 那個人可以有分怪情 他生兒子最好的方法 但這個兒子可以反悔他 是不是完全沒有把握 但是在神裡面 我們走神的方法 是可以走到神的路的 真的完全無福 那你說 我也是走神的路 不過我兒子也不聽話 那是哪個責任呢 有時候也是我們不懂得教祭 因為太過控制性 這也是自我 太過常說 哎呀你考試 有什麼用 你真是蠢 他又會反悶 用神的方法 柔和謙卑 欣賞他 你從小時候開始 你很寶貴 你看你多聰明 你真是很聰明 你將來可以大大給神使用 但你給相片給神使用 你又怎樣可以聽神的話 怎樣可以乖些 這樣引導祂 就不是去吹逼祂 不是去罵祂 令祂受傷害 好了跟著 神讓我這麼關心我的事 所以我不用擔心 這些觀念是很重要的 我希望大家重複看回這些觀念 因為很多人就覺得 哎呀我的煩惱 沒有人幫我 神都不幫我 我祈禱神又沒有英文 我們用我們的方法 因為我們想馬上解決 神的方法未必是這樣 因為神的體重 我們先親近祂 我們親近祂 遵從祂 祂就會自然 祂就用祂的方法 去幫助你 那些問題未必照你方法解決 但總會神有方法解決 譬如我經歷聖靈 我是有十年的時間 神要我處理生命 其實我經歷聖靈 已經帶著聖靈恩公祝福人 是很強烈的 但是神都必然要我 不要那麼快 走出來 讓我要處理生命 讓我學習 柔和謙卑處理各樣的東西 和學習不同的教導 在那個時候 我問神啊 其實我現在可以做很多事情 為何這麼難的人 但是神就是要這個時間 要操練我 幫我處理生命 以後才釋放出來 全面釋 現在我有自由去世界 任何一個國家 是神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才釋放出來 所以 但是那個時候 我可以埋怨 但是我一點都沒有埋怨 我知道神有計劃 大家相信嗎 神有祂的時間 你總之聽祂的話 你雖然今天有些困難 但是神總會為你開路 是有益處的 神都關心我的事 神一定幫我的 神陪伴我 有些人很孤單 沒有人 很悶 很多年輕人 很悶 就像現在的成人都說 很悶 你習慣 隨時祈禱 耶穌愛我 哈利路雅 你學到這件事 一相信耶穌愛 你立即感受到神的動作 這樣你就經常知道 就算沒有人陪我 也不要緊 神陪著我 神起願我親近祂 和為祂做任何事 只要你很簡單 只要你願意做神 要你做的事 神就喜歡 其實很簡單 有些人就覺得 哎呀 很難很難討神起願 但是我想告訴你 討神起願 是不難的 只要你的心向著神 神是我做你歡喜的事 我信教 親近遵從你 神是歡喜的 我想大家現在 我這個手肘 碰一碰隔壁 有個原因 碰一碰 被碰隔壁就知道 好 接著 我做得不好 悔改禮罪就好了 不需要繼續內教 這一點都很重要 有些人說 哎呀我又做壞了 我們有沒有做壞了些事 有 但做壞了之後 哎呀我真的不好 整天都做不好 那便繼續內教 但是神不想我們這樣 神就說 不要緊 你悔改便可以了 你跟著我 方法 慢慢去改 一步步便會改變 我希望大家 不要緊的 做錯 悔改 求主幫便可以了 還有沒有人能夠破壞神 和在我心目中的奇緣計劃 這一點很重要 有時都說 哎呀他這樣對我不好 哎呀我家人對我不好 哎呀我真的什麽都做不到 我生命真的沒有用的 永遠不敢相信 你家人怎麽不好 你可以靠著耶穌 雖然家人對你不好 你一轉身 立即感謝耶穌 你那天感謝耶穌 立即回復起落 他一直說話 你有煙不受的影響 這是可以學到的 他一直說負面的事情 你能分辨到 譬如有個神經病罵你 你會不會 哎呀今天神經病罵我 哎呀去年有個神經病罵我 我一直不開心到今年 會不會 我們分辨到這個人 我不是說那些人是瘋子 他們是罪人 他罪人的時候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告訴自己 我是可以處理到的 即是經常用正面的思想 來取代負面的思想 負面的思想是什麽 哎呀我真是壞了 哎呀我又不好挖 我見到什麽人都壞 哎呀他又常常傷害我 哎呀我沒有遲路 這些想法 很多人都有 但我們的正面思想是什麽 神會幫我 不要緊 我不用放在心上 我一旗就有得力了 他破壞不了神 我心理的計劃 可不可以這樣想法 其實是可以的 其實是全部都可以選擇到的 不過人總是不懂得正面處理自己的思想 人總是習慣跟隨自己的自然反應 人的自然反應 人的自然反應 你發覺通常來說 除非這個人真的好處理心理 通常來說 人的自然反應 是正面又負面 譬如剛剛罵你 你自然反應是 哇 我真的要搖書他 我真的要祝福他 不要緊的 因為是 哎呀這個人真是壞 今天又罵我了 是自然反應是哪樣 負面 負面是自然反應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人 我們馬上處理 知道原來我們 因為我們就是罪人 我們有罪性情 未離開世界一日都有罪性情 不過去到天堂就好了 沒有了 那就是神 你那時候真是好得不得了 原來天堂這麼鬆 原來天堂這麼鬆 現在有時候也有少少弊 去到天堂原來這麼鬆 因為那時候沒有罪性情 每個都好得不得了 那些人每個都非常善待你 去到見到你 哇 本來在地上有些不喜歡你 看著你一邊笑 一邊笑 一邊很開心 一邊見到你 就歡迎你 好了 繼續 沒有人能夠破壞神 在我身邊中期待 雖然人不能夠真正傷害我 這一點我們很不重要 沒有人能夠真正的傷害我們 因為有神祝福我 跟著呢 忘記人對我做錯的地方 是對我最好的 即是他對我不好 我忘記是對我最好的 但很多人又不是 忘記他今天 著數了他 這些人真的要整一下他 很多人都覺得 我整一下他 我生氣他 是對我有益 但是不是有益 其實是沒有益的 還有連率和嚴恕人 對自己是最好的 這些教導 其實我希望大家 將這些 在生命中 哪些是正確的方法 自己寫下 自己寫下 經常提醒自己 留意自己思想的模式 我想問大家 當你有負面思想 即是說 他真是壞了 他真是不好 這種思想會不會出現 會 你可不可以告訴自己 他有不好是他的問題 其實他都是很慘的 他都受過很多傷害 所以他經常都喜歡罵人 那我就連率他 我就遙書他 我可以 我是很寶貴的 我想問大家 將這個思想這樣調教 難嗎 還是省磁磚難呢 是調教容易的 但為何人不調教呢 我想問大家 為何人不調教呢 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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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執著 不憤氣 不強 要報復 就有什麼原因 要免 要免 有罪性 其實 是不是很難呢 是不是難日登天呢 將我們思想調教 是不是難日登天呢 其實不是 其實是可以做到 只要我們的心 經常都想 那我自己來說 我有一個提醒 那我有什麼提醒呢 因為我一祈禱就有喜樂 我一祈禱 我一想耶穌就有喜樂 那我盡量 整天都在這個狀況 那我就發覺 當我一有負面 我已經留意到了 我一留意到了 我立即就處理 所以希望大家都 整天在 親近神的狀態 整天在神的平安喜樂 就算你不像我那樣 有喜樂永留 你有平安在心裡 你一發覺 不平安 立即就處理 其實不是很難的 為什麼 處理思想這麼重要 因為思想就影響情緒 影響你整個人 也都影響我們的潛意識 整個人的全面性影響 就是由思想開始 就是當我們被人影響之後 然後整個人就被影響 那整個人就被擦毀了 所以我們要被醫治被改變 第一件事 就是你每一刻一留意到自己 又負面的想法 立即去處理 例如 例如 現在有些人有這些負面的想法 哎呀 昨晚又不夠睡 哎呀 今早又要來 又要聽到 可能彈一句出來 這句說話 是一個負面的看法 為什麼呢 你就會不珍惜 不留心 就會嘗試休息一下 這個思想就會令到我們有跟著的行動 就是想睡覺 想快點結束 快點走 會有這些想法 那可以怎樣調教 其實今天有 可以聽到這些教導 是很特別的 是可以改變我生命的 我就要珍惜了 我就要去留心了 雖然我有些眼睡 其實眼睡可以一種反應 哎呀 我眼睡了 不要搞我 這種反應 但另一種眼睡 動一下自己 動一下自己 動一下自己就沒有太多眼睡 可以按摩一下耳朵 這個耳朵 全身的穴道都在 按摩耳朵 我不是叫你經常做 不過你眼睡的時候 你會摸摸兩個耳背 那個人就會醒來一點 這些方法都是按摩一下自己 或者起床 如果你真的不行的時候 就是可以調教的 其實我們的思想可以調教 這個是需要學習的習慣 我今天講完 我希望從現在開始 你試試這樣做 下兩個星期我回來會問你 有沒有處理你的負面思想 然後處理負面的情緒 一定處理負面情緒 一定由處理負面思想開始 為什麼一定要處理負面思想開始呢 我講的情況是對的 譬如說 有個人跟丈夫關係不好 很不開心 他就負面情緒 要處理負面情緒 一定要先處理負面思想 負面思想是什麼呢 我老公真是不及人的 真是壞的 這是一個負面思想 第二就是 他整天都是我不好的 所以我要生氣 這是一個負面思想 這是一個負面思想 我真是壞的 嫁錯感的老公 這是一個負面思想 我如何改變呢 好了 我們有時候要接受自己的錯 其實嫁給他 是我自己決定的機會 我向神認錯 對不起 那時候我沒有尋求神 沒有精神尋求神 或者我自己跟他相處的時候 我發脾氣 說一些不好說話 所以引致他這樣 亦都因為他本身受很多傷害 所以他需要耶穌的醫治 那我們就知道這些問題了 那我就說 神啊 你就幫我 如何引導他 如何引導他 這個又是另一個大課題 如何引導一個人的改變 不是用罵的方法 而是如何引導他 那這個是需要時間的 那然後呢 就是我如何能夠 看出他 儀恕他 然後祝福他 然後呢 放手 然後呢 我一選擇 一轉身 我立即感激神 立即充滿其樂 那這就是一個 處理負面思想 由負面思想 轉到正面思想 其實難不難 我想問大家 其實不是很難的 那又很難 很難呢 就是因為我們不習慣這樣扭東西 不想做就不難 不想做就不難 是的 這句對 很對 你想做就難 不想做就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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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當你不想去處理 你就覺得難 還有有藉口就不難 就難 但是呢 當我們知道 我們這些負面想法是不好的 是傷害的 破壞的 對我生命 其實這些負面想法 你這樣想 是好像癌症一樣的 真的好像癌症 它會傷害我們的身體 傷害我們的靈魂 好 好了 我們來 接著下一點 就是處理內心的負面情緒 我們一定要處理了思想 才能夠處理到負面情緒 處理負面情緒的第一步 一起讀一下 天天相信和宣布神靈魂 神愛愛和照顧自己 所以自己可以喜樂 輕鬆和開心做人 每天開始都先親近神 會在勤安喜樂之中 就會有更多正面情緒 第一件事 就是從神那裏得到正面的情緒 而神很奇妙 你親近祂就是很開心的 所以你可以在家裡 盡量播詩歌 不要很大聲 很大聲就吵著每個人 很柔和地播放 讓你一邊聽的時候 一邊想著耶穌 他人就會開心 整天數著神的恩典 神真的好了 神怎麼愛我 神怎麼祝福我 神怎麼幫助我們 就記住 譬如 祈禱經歷聖靈 經歷了 就記住 有幾個 你曾經經歷過聖靈的 有幾個曾經經歷過聖靈的 就是經歷到平安 興省 愛 感動 那些聖靈舉手 那你就記住 神可以經歷 神可以幫我 我現在回家都可以繼續平安喜樂 就是這些正面思想 和時時保持和神關係 就會幫我們保持一個正面的情緒 OK 好了 但要處理 當有負面情緒的時候 馬上要處理思想和情緒 例如我們一起讀一下 可以相信和宣告 我不需要被人影響 我肯重要和寶貴的 神會將恩典再自給我的 然後就宣告神的愛 全心愛護神 讚美神 叫自己恢復平安喜樂 當有些小進步 馬上就感謝主和欣賞自己 和鼓勵自己 這句話說到就是 相信一路宣告 宣告的時候 有些人宣告得過宣告 不相信 即是神在愛我 神在愛我 但我心裡一直想著 我好慘 一路宣告 神現在很疼我 即是用一些普通人說的 神現在很疼我 神現在抱著我 神現在在哄我 用這些說話 我們會比較深刻些 相信 我不需要被人影響 就算他罵完我 他罵的聲音 在空氣停留了多久 他罵人的聲音 停留在空氣多久 一秒鐘 一秒鐘都不夠 其實一說完就沒有了 你想要抓住他嗎 不用抓住他 但很多人抓住他 一直想想 想幾十年 結果受傷害 所以他說完就當他沒有說 其實負面的說話 可以當完 他說完就當沒有說 他說你真是蠢 那你真是蠢 那我就努力 勤力一點 但我不需要經常想著 我有蠢的地方 現在可能又不對 他說了 人家有些聰明有些蠢 他就看到我們蠢的地方 那就難我們了 但我們要記實 他說我蠢 我們就生氣他 要記住他 不用 但很多人就抓住他 他都說我蠢 我搞錯 他比我還蠢 他還說我蠢 我們就抓住這句話 要抓住嗎 有沒有益處 沒有的 所以我們就放手 這些東西放手 不過 為什麼不能放手 其實簡單 又是誤句 是不是 誤句 有沒有搞錯 他可以這樣罵我 我又不能罵他 那很不公平 他罵我 我又不能罵他 那我豈不是很吃虧 那我經常都要嚴恕他 那豈不是很吃虧 其實是不是很吃虧 其實 得益處的是我 我嚴恕人 是對我最好的 這一點就是相信 我嚴恕人 是對我最好的 一起說 我嚴恕人 是對我最好的 然後 我經常有些正面思想 很重要 很寶貴 神會將恩典給我的 又宣告神 我一直愛慕神 我想說一件事 我們的醫治 除了改變思想 一定是親近神 兩者一定要加在一起 我再說一次 雖然有神的正面思想 但這個正面思想是需要消化 用什麼方法消化呢 就是祷告 祷告就是將神的意念 入了心 譬如說 神很愛我 還未入心 那你一直在祈禱 神啊你很愛我 多謝你 你在愛我 你現在抱著我 你和我一起 你陪著我 一直在祈禱 一直在祈禱 一直在入心 讓你的心輕盛 多謝耶穌 當你這樣讚美耶穌 感謝耶穌 感謝耶穌 你那些喜樂 你那些喜樂 就入了心 如果你只能說 我可以喜樂 未必喜樂 就這樣口說 未必喜樂 就需要親近神 所以我想大家說一次 我們有從神而來的正面思想 我們有從神而來的正面思想 然後討好將這個思想 內心發 或者是討好將神的話語 即將神的話語消化 我們能夠吸收到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回復正面的思想和情緒 而讚美神 就恢復起樂平安 即是凡是想 你想開心嗎 你想開心 一定要處理負面思想 是不是一定要 如果裏面總是裝滿了人 真是壞 我又沒用 這個世界真是不公平 當你裝滿了這些 會不會有喜樂 不會的 所以一定要處理 你處理了 你有正面思想 是不是代表你的情緒一定改善呢 不是一定的 我試過這樣 我處理了 有人傷害我 我處理了 不要緊 不緊緊 反正睡到半夜 一醒來 立刻想回那件事 立刻有些不開心 立刻會 人就是這樣 即是我們的思想 容易處理過情緒 而情緒如何處理呢 就是需要繼續宣告 耶穌在愛我 阿里路亞 耶穌在陪我 噢耶穌 你想不可以聽聽我的 另外的敬拜 你聽聽 真是耶穌 耶穌愛我 阿里路亞 神真美好 哈哈哈哈 神真美好 神真美好 你對我真好 你唱這些簡單的詩歌 有人會開心 即是說 這個思想改變了 還需要討告 唱詩歌 讓那些思想入心 就醫治我們的心靈 但我想說一件事 不是一次就搞定的 譬如你被人罵完 你做完一次 還是沒有鬆掉 繼續做 做到鬆掉為止 但有沒有發覺 有些少 會不會 敬拜完 集美完 有些少許進步 但是還有些刺 有進步就告訴自己 我有進步了 一會兒跟我說 我有進步了 感謝主 我要欣賞自己 那你要進步 那要更多 當你欣賞自己 就更多 又繼續親近神 這個進步是一個過程 人就是這樣 這是可惜罪的聖情 自從阿當犯罪就是這樣 我們都受這個苦 每個人都受這個苦 自動有負面思想 然後容易有負面情緒 而負面情緒 不是那麼容易 一倒就躲出去 是需要重覆的處理 日日的處理 處理負面思想 由一路親近神 享受神 這樣心就越來越鬆越來越起落 大家明白這個過程嗎 是不是一下子的 我想大家再記得 為甚麼呢 因為你很容易會不記得 我們首先處理負面思想 一直說 我們首先處理負面思想 然後用普告 唱詩讚美神 相信神的愛 去處理負面的情緒 但是處理負面情緒 是需要重覆做 是需要每日做 每日親近神 就可以保持喜樂 我想問大家 你現在裡面有沒有些事情 等著你的 有沒有些負面的事情 等著你的 那些是需要每日去處理 那你說 處理座都沒有處理完 我們就 這個就是學習 放手 有時候就需要放手 為甚麼放手 如果你的丈夫已經這麼多年 都容易罵人 她會不會很快改變 不會 那會的時候你就放手 我不是你放手 我老公放了她走 而是我放手 她不會那麼快改變 我就接受 回想起 小時候 你小時候 你家人怎樣對你 或者那些人對你 你的同學 你的朋友怎樣對你 可能會說 哎呀他們又怎樣罵我 怎樣傷害我 所以我都很不開心 那你就立刻 趁機會一說 你就看上去 即一說 哎呀老公 我真的知道你受很多苦 很不開心 那她會覺得 老婆為何你忽然間 這麼體恤我 那她會柔和一點 而且你會體恤她 你會憐憫她多些 你會能夠 嚴恕她多些 即當你明白她多些 你的心就會放鬆 亦都會放手 她這麼多年 都是這麼容易發脾氣 我就放手 不給她的影響 即是說 不要緊 我不期望她馬上乖 譬如你兒子常常喜歡玩遊戲機 你會不會教她馬上戒掉 會不會馬上戒掉 不會 我們是需要引導她 但我們都要放手 不給她繼續影響 即是我們需要不同的方法 其實基本上就是釘死 將自己釘死 不是我去掌管這個生命 總之我做了我的本份 我就放手 跟我說一次 我要釘死自己 我做了我的本份 我後面是這麼好 我都放手了 神會掌管 我不用緊張 越緊張就越不好 越緊張就越不開心 我越放手 哈哈哈哈 越開心 是不是有些事情需要放手 有些事情需要放手 有些事情我們要求神 給智慧如何處理 還有天天最重要就是有神的同在 當我們明白這一點 我們真的要天天浸在神的同在 這樣的時候 我們整個人的思想情緒就會得意志 過程是否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 不過我想說一點 如果那些不處理那些 是會 簡直是出不了 他不處理那一點 天天 真是壞 真是壞 那他們想用什麼方法呢 去哪裏旅行玩 希望我散了心 即是他們用這方法 去吃個大餐 去找朋友掃 苦 即是他們用這方法 全部都不是徹底醫治的 於是他一生都在這種重擔之下 但如我們親近神 雖然 有些人未必鬆了 不是全部鬆了 但你已經減少了很多了 那你越來越放 來到親近神 在家裡 或者來到教會 都是 多謝耶穌 我可以預先放手 那些煩惱不再拔著了 這個是人的問題 我不用背著了 那你越來越鬆 那你就可以 裡面的喜樂 越來越大 即是越來越像在天堂 這樣的情況 是我們可以達到的 我給大家知道這條路 這條路是不容易 因為我們仍然有罪性 而且周圍的人都不好 但我們越親近神 我們就越可以平安喜樂 當你越平安喜樂 你祈禱人可以有喜樂 你可以有喜樂恩公 那就是神 祈禱我們也有一班人 有喜樂 這就是 我們自己的靈要通 我們就能幫到人通 阿里路人 你會想有這個目標 做一個開心快活人 處理生命 就需要留意到我們有什麼問題 有一個德性五號曲 在下面我們先看看 這個德性五號曲 一二三四五那裡 一起讀一下 第一是什麼 留意到自己的負面思想和情緒 第二 深信者者必到不為性 第三 用聖經觀念處理思想和情緒 聖經教導我們做什麼 第四 親日神而得力 第五 刻意選擇正面思想和情緒 取代負面思想和情緒 這個德性寶 其實是神的方法 我們將神的版權拿了 神是不算版權的 祂給我們任用的 你有沒有發現 當聖靈提醒我們的時候 你會留意到我裡面有些問題 是不是 然後神提醒我們 這個東西是不好的 有破壞性的 這個東西是不好的 繼續做的 是不是 然後又會給我們聖經的觀念 你遙書 你倚靠我 你親日我 是不是 然後第四 你親近神 就可以有力量了 我們就會祈禱 然後我們就說 有時候很多人 祈禱很久都不肯聽話 遙書老公說難若登天 就不肯聽話 但是最後可能決定 好 我刻意選擇遙書 有些人可能一輩子都不肯遙書 有些人可能一輩子都不肯遙書 有些人一輩子都不肯遙書 有些人一輩子都不肯遙書 就算有時候說 心其實都不肯遙書 但如果你越快遙書 不要緊 是他的問題 我不用背著 我用一句廣東的說話 不用拿屎上身 一起說 不用拿屎上身 你喜歡拿屎上身嗎 不喜歡 那別人的問題 你喜歡拿屎上身嗎 不要打屎上身 我們讀一讀深色字 一二三四 記得深色字 第一 留意 第二 破壞性 第三 聖經觀念處理 第四 親近神 第二 刻意選擇 大家記得幾句 留意 破壞性 聖經觀念處理 親近神 刻意選擇 這就是一個方法 處理負面思想和情緒 當你一發現 留意到 立即 有破壞性 如果我繼續這樣想 我就會越來越不好 越來越不開心 我就立即 用聖經的觀念 聖經觀念就是 以善性惡 善待人 遙恕人 看述人 關心人 施比授更為有福 這些就是聖經的觀念 聖經叫我做甚麼 然後親近神 神啊給我力量去遙恕 然後我選擇 我選擇遙恕 雖然心不想遙恕 我選擇遙恕它 我選擇放手 選擇祝福 可能心仍在裡面 不太制 你繼續去宣告 我去遙恕它 我祝福它 我放手 我放手我更加開心 亦都可以找一些 德英姊妹一起 一起可以祈禱 讚美神 那些人就開心些了 即是多些 這些正面的朋友 就選擇 我們朋友可以選擇 但我們一樣 有些人很負面 我們一樣會關心他 但那些不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分開 即是你傾訴 你不要找那些負面的人 傾訴 你找負面的人傾訴 他做甚麼 他就給你多些負面的東西 而且你又將他變得這麼負面 對不對 所以我們找一些正面的人 一起 我有這個困難 聽訴的時候 不要說壞人家 如何不好 即是說 我現在有這個困難 你問我祈禱 大家留意 聽我說 因為我們在聽訴的時候 不要說閒話 你不用說給別人聽 我老公甚麼甚麼 壞的 我真的生氣到他死 不用這麼說話 你就是說 我心裡面又不舒服 又不開心 簡單給他知道你有不開心 你為我祈禱 能夠釋放 如果是輔導的時候 你可以把過程說出來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懂得輔導的 有些人 你叫他輔導的時候 他又會說他的意見出來 那些未必是神的意見 還有他會受影響的 即是你需要找傳導人去幫你 或者是懂得輔導的人去幫你 讓你處理到 即是普通人 譚英姊妹 那你就說 我今天有點煩 我一起祈禱 你幫我 即是一班人一起祈禱 你就能夠處理到 大家能不能拿到的意念 就是我們需要刻意處理思想和情緒 我想問你 是否今堂聽完就馬上處理到 是需要每天做 繼續做 不是說今天 我現在處理了 就以後處理到 是他會回頭 好 我們一起讀一讀下面的經文 《重膽感》 《聖經》說什麼 《馬太壽》一章二十八節 《煩惱苦丹重膽的人》 可以到我者裡來 我就使你不得安息 當你有重膽煩惱 你就記住這個經文 我來到耶穌裡得到安息 我就讚美耶穌 耶穌在愛我的 一直宣告到你相信為止 即是怎樣 一起來 耶穌在愛我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你真是好得不得了 感謝耶穌 你真是關心我 耶穌真是陪著我的 感謝耶穌 經常都在這種狀況 這樣的時候 親近耶穌的心就越來鬆立 接著被傷害 《尔赛耶穌羅》一章一節 《猜我醫好傷心的人》 報告被拿得得釋放 我們醫好傷心的人 首先我們自己被醫治 由我們被釋放 來到神面前 我們被醫治 被釋放 下面這裡還有一些 反過來 譬如有時候 沒有人欣賞的時候 沒有人欣賞 我們看這個經文 《馬可九章四節》 《凡因你們是屬基督》 《給你們一杯水我滴》 《我實在告訴你們》 《他不能不得賞賜》 這個經文就告訴我們 《馬太福音》也有這個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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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名》 《只把一杯涼水吸著小子女的一個渴》 《此人不能不得賞賜》 《此人不能不得賞賜》 《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名》 沒有說到是他的門徒 還是接受他的門徒 但這個經文就告訴我們 《因你們是屬基督》 《給你一杯水喝》 這個經文告訴我們 我們做所有的好事 最主要做在什麼人身上呢? 你看看這個經文 《因你們是屬基督》 《給你一杯水喝》 《屬基督》是什麼意思? 基督徒 《因為你們是基督徒》 《給你一杯水喝》 《不能不得賞賜》 所以耶穌在這裡告訴我們 我們最主要是做在什麼人身上呢? 《基督徒》 《因為你們是屬基督》 《基督徒》 《給你一杯水喝》 《給你一杯水喝》 《那個人不能不得賞賜》 即是我們最主要是做在什麼人身上呢? 《基督徒》 《做在基督徒》 《做在基督徒》 《但我們都幫非基督徒》 《但我們都幫非基督徒》 《聖經》是說到 《耶穌》是告訴我們 《最主要是建立基督徒》 《但我們都一樣幫非基督徒》 《幫他信耶穌》 《幫助他生命中的問題》 《關心你周圍的人》 《但我們的目的始終有一樣》 《就是想帶他信耶穌》 《叫他能不屬基督》 《我們不只是做普通的善行》 譬如有些善行 我不是說不好做 但我們主要是幫助善行 與全福音和建立人的靈命有關 譬如有些做一些救濟 只是救濟那些人 沒有全福音的 這不是我們最主要的善行 我們最主要的善行 是幫助他信耶穌 才是最重要的 即是沒有人欣賞 我做在基督徒身上 神也欣賞 一杯涼水難不難? 不難 所以耶穌鼓勵我們 耶穌不是說 你要做到很大很大 我就賞賜你 一個眉笑 神是否賞賜? 神是否賞賜? 心是想祝福他 神是否賞賜? 神是賞賜 為人祈禱 神是否賞賜? 神是否賞賜? 所以任何事情 是不是這樣變得很有鼓勵性? 神是欣賞我們的 《孤單禁》 詩篇二十三篇四節 《我雖然憑我死任命憂屋,也不怕遭害,因為祈禱我同在》 即是你用這些經文 你有時孤單 因為祈禱我同在 這些經文 其實聖經還有很多 不過我拿出一些常常有人有的重担 即是這些經文是幫助我們處理我們一些人常有的重担 當你孤單的時候 神與我同在 自卑感的時候 CB139篇十六節一起讀 《我未成員的體質,你的眼睫眼和眼妙》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躲一日》 《你都寫在你的賊相》 《神》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其數何兩眾多》 這個講到 《神》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躲一日》 《你都寫在你的賊相》 即是告訴我 《神》在我們生命中有一個計劃 如果《神》在我們生命中有一個計劃 那你是不是一個不重要的人 個個都重要 你和隔壁說 你非常重要 全世界只有一個人 沒有人能夠取代你的 沒有人能夠取代你的 我們補不補貴 是很補貴的 每一個人都很補貴 一個人一生人 可以祝福多少人呢? 真的很多很多 不過我想問你 你可不可以祝福很多人呢? 可以 其實可以的 只要你相信 和你走出來 是不是難得不得了? 不難 不過很多人不相信 經常被這些重担壓住 經常被一些煩惱壓住 所以很多人 根本他的問題都處理不到 怎麼會去幫助人呢? 但當你明白 我活在神的愛祖 我可以處理生命 跟著我去祝福人 你的生命就發揮了 祝福一個人是否重要 當你祝福十個 是不是更加重要? 一年祝福十個就難不難了? 不難 在世上的時候 你還可以祝福幾個? 一千個都可以 一萬個都可以 這樣的時候 是否我們生命大大發揮? 所以我們的自卑感 是否要放低? 就算你不及人 不緊要的 有不及人都不緊要 神會給我恩怨 神會減少那些餘絕的 叫智慧的收窄 就算你被人的智商不夠高 但是你走神的路 神會給你答應 另外有些人 他的負面感覺是甚麼呢? 太體重、果效和成功 哎呀 我做完又沒用的 他又不信耶穌 那時候 就用光榮多詞 諸四章二節一起錄 所求於本家的 是要他有忠心 就是說 總之我忠心就行了 我不用一定有果效 當然我們追求有果效 但是我傳了福音 他不信 神會不會上次 神也會上次 所以我們不是一定要 最好就是希望有果效 但是收拾 是否會傳福音沒有果效 那傳福音沒有果效 是否要扔下自己 打下自己的身體 不用的 人家傳福音沒有果效 要不要罵他 不用的 千萬不要罵 所以我們說 我們傳福音沒有果效 神都喜悅 神都賞錢 這樣就不會有一種失敗感 就不會覺得自己無用 而且不會這麼體重成功 這裡我們再看看 這裡講到處理什麼 重膽感 在第一頁底裡 如果你有重膽 你又如何處理 被傷害 耶穌 神可以醫好傷心的人 沒有人欣賞 神欣賞我的 我做什麼都欣賞的 孤單感 神會陪我的 自卑感 覺得自己無用 神在我心裡有奇略的話 我們去宣告 我今 這一生人 我可以祝福千千萬萬的人 一起說 一生人 可以祝福千千萬萬的人 有些人說 是否真的 你想想 一部分就是教堂的人 另一部分 你走過在街上 有些人你見過 即是 你經常見過 經常見過 可以抬頭 挑釋一下他 關心一下他 關心一下他 慢慢引導 神人書 不用這麼快 第一步 慢慢引導他 你有沒有祝福他 你就是這樣 見到誰 就祝福誰 是否將來 越來越數 越數 越多 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我可以一生人祝福千千萬萬的人 我可以一生人祝福千千萬萬的人 這樣 我們就不會有自卑感 還有 即是 沒有成功也好 我們就不要緊 不要放在心上 在這一刻 有沒有問題想問 正在我講到 如何處理思想 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講到這兩點 大家覺得 我知道一定有困難 可能大家有些 哎呀 你說 李牧師 你說的太理想了 我的困難太大了 你那些搞不定的 那你說出來 我就回應一下 你有沒有人有這些情況 想說出來 儘管